环球网综合报道,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愈演愈烈,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,去年全美近4万人死于枪下,创下近40年来新狗,平均每天有109人成为枪下亡魂。 同时,美国去年亦有24万人用枪自杀,数字亦创下18年来的新高。 香港东网16日报道称,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,全美去年有3、97万人死于枪口下,当中6成自杀,其余4成则是死于枪杀。 以种族比例而言,白人男性以枪自杀的比例最高,每10万人当中有14人吞枪刺激,高于黑人男性的6。 一人的比例,数据还显示,全美用枪自杀率最高的州份,分别是阿拉斯加州、蒙大拿州及怀俄明州,有主张枪械管制的组织分析师表示, 家中拥有枪械会导致自杀几率增加两倍。 不过,一向反对枪支管控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,NRA在推特上发文称, 枪械管制并不能解决枪支暴力问题,呼吁美国领袖们停止妖魔化NRA的成员,并找出解决方法,拯救更多生命。 AD Survey at Proz 7000531